今天我們來做一個朝式凍烏頭魚 今天我們做烏頭魚 吃冷水和寒酵 買烏頭魚的時候 通常會送咸檸檬 如果老闆忘記給你 可以問問他 當買魚的魚 通常會放了檸檬 如果我們不放 我們可以請到賣 在街市賣魚的時候 千萬不要打輪 回家 清理一下魚 沖洗乾淨就可以了 當買魚 鮮魚的魚 不要放 因為會有很多水 我們可以洗乾淨 水 infinite泡 每天都可以 直接hit 魚肚子裡有很多 灰 adding 有很多肥美的魚膏 魚肝 魚肝 而且魚肝 不要將魚淺 含有松練 清洗完之後用一張錫紙鋪上粗鹽 將薑片和咸檸檬塞入魚肚裡 再在魚上鋪多一層粗鹽 用上橘子材料 在底部放入醬汁 在底部放入醬汁和芋醬 在底部放入醬汁 揉一點水將粗鹽親進去 之後用橙子密密實實地包魚 準備工夫大便完成 改的水 先放入醬汁 蒸到很高,我们就用这个温度去焗熟条鱼 在盘子上,我们添加少许多鱼 然后鱼放在盘子上 酱汁更加热热 我们使用这种方法,让鱼鱼烧热 我们中大火大概焗15-10分钟 如果鱼烧热,我们煮15-20分钟 鱼烧热后,如果可以用筷子很容易锁进去 鱼就熟了 后来鱼烧热,鱼烧热很容易,就已经熟了 准备一盘冰水 用冰水将鱼身上的盐 洗干净 然后鱼烧热后,鱼烧热在盐子上 我们把鱼烧热敲在鱼烧热的盐子上 用保鲜膜将鱼烧热放进冰箱 冷藏1-2小时就能吃 鱼烧热后,鱼烧热在盐子上 放在空间,1-2小时,就可以吃 吃的时候,用一把剪刀在鱼背 会慢慢剪开鱼皮 将鱼皮揭开 在吃的时候,用一把盐子上 把鱼烧热放进冰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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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!这条鱼烧热很肥美 很多黄油 哇! 吃鱼的时候,记得点去的 灵魂酱汁,普灵豆浆 在吃的时候,记得要用一把鱼烧热放进冰箱 提醒一下,买鱼的时候,记得不要打鱼 和咸柠檬是送的 普灵豆浆是吃这个鱼的灵魂酱汁 记得要准备呀 terima kasih, sudah melihat jangan lupa like, subscribe, share, and comment bye-bye